广州有个习惯 就是说重阳登高 这是转运 当然整个社会的气氛都讲偷渡 这种烈都不得了 大概是1974年我就回到广州 探亲 那一年就是 重阳节 几万青年就上了白云山 转运 要偷渡转运 能够顺风顺水的 到尖沙嘴 明天去不去啊 会变得 登高啊 转运了 这一大帮人就去 我们就这样的 真的是满山遍野 都是年轻人 大喇叭裤 大衣领 奇装异服 偷渡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 有一部分人呢 穿喇叭裤 有一些呢 穿很宽的裤 不是喇叭裤 他就把那个大刀 从这里 放到药里去 那个刀 一直来到里 就看不出来的 那就轰动了 这个广州市 就 第二天 每一个单位 只要你是 有单位的人 可以得要 报上 你昨天到哪去 每一个人都要查 但是后来结果也不了了之 太多了 你能抓多少人呢 没有办法 帮忙